我现在是距多伦多两个多小时车程的Moscowka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在加拿大买度假屋 一定要注意的三件事 夏天已经到了 也是安大略省一年最好的季节 天气不冷也不热 平均气温大概是在26度左右 偶尔会热几天 但是第二天马上就会下一场雨 很快凉快下来 气候是特别的宜人 很多人都梦想买一个度假屋 来享受夏日的美好的阳光 乌光山色 其实度假屋也不是特别贵 如果是在五六十万的话也可以找得到 那买度假屋 第一点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知道是四季度假屋 还是季节性的度假屋 那听起来其实差不多 但是概念和价钱上却差了很多 那四季度假屋呢 指的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住的这个度假别墅 也就是说 它和正常的房子没有什么区别 有这个Furnace 也有水电 煤气 排屋 而季节性度假屋呢 可能没有这个取暖设备 甚至连水电煤气都没有 生活呢也不方便 加拿大呢冬天又特别冷 雪也非常的大 去度假屋的道路有可能都不通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价格就会差的也非常的多 那买度假屋第二点要注意的是 其实呢度假屋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因为它有正常房子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还有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说水质的问题 因为度假屋很多都是用井水或者是湖水 经过过滤消毒才能喝 但是也需要专业的人士定期上面去做水质检测 如果水不达标 喝了就会生病 需要其实过这个更换这个过滤器啊 或者是filter 还有很多度假屋呢是有化粪池 因为它没有排屋系统 所以呢化粪池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 清理才会保证正常的使用 还有呢就是冬天如果不住的话 那这个房子里的水呢全部要抽空 水表移除 那这些其实也需要专人来去做打理 如果经常里面没有人 那我们也要定期的去派人到度假屋来去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动物入侵 那总之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 需要知道需要去做需要去打理 如果你是住在城里 那往返都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顾及 所以呢拥有一个度假屋 还是需要一个当地的管理团队才行 那第三点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也就是度假屋的升值和租金回报 那很多人买度假屋的目的 不但是想自己享受 而且还要等升值 想着自己享受到了 还能赚一笔 这是最好了 我想说的是 理想呢其实很丰满 但是呢现实却是很骨感 其实度假屋的升值呢 是也是比较有限的 毕竟呢不是每个人都会享受生活 又不嫌麻烦 度假别墅呢纯属是一种 经济剩余后的一种奢侈产物 流通性呢非常的有局限性 所以呢限制了其升值的空间 所以买度假屋的人呢 不要期望他的这个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但是呢度假屋的租金回报率还是很可观的 尤其是做短租 比如说Airbnb 因为这是按天来收租金的嘛 所以呢 短租呢有正的现金流 回报呢远远是大于长租 好了 知道以上几点呢 你就知道是否是需要买一个度假屋了 如果你呢有精力去管理 可以自己享受度假屋的同时 在空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短租产生现金流 在college升值以后呢 又可以作为一个固定资产去出售 那可是一举多得 好了 这就是我的今天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误我最新的视频资讯 也欢迎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Cottage就是文字太多